主席 大家好 有请毛部长 请毛部长 委员好 部长好 部长,我们高速公路的电子收费 在95年 开始用BOT的方式 委外有远通来办理 在ETC的开始之后 我们大方向就已经决定了 在明年就开始用电子收费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 所有的收费站就开始要撤掉了 是不是这样子 全部都没有了 那,可是据本席了解 我们的高工局 在96年的时候 还征选了304位 逐辈的收费员 在99年,又征选了 200位的收费员 而且资格非常的宽松 只要满18岁 只要身高158公分 就可以来担任 可以来报考 所以 本席想请问部长 那一旦我们电子收费之后的话 那 这将近500多位的员工 就没有工作了 没头发 请局长说明 委员好,这部分是因为 我们的收费员 不管是男性或女性的收费员 他都有相当流动性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储备 就是按照他招考排序 他当前面有人走了以后 我们的收费不能停下来 就要通知在这个排序的这个清单上面 按序去请他来上班 所以必须要做这个动作 前面300用完再做200 是因为还我们认为 仍然一段时间 那以后的他们的工作权呢 目前我们这个都有所谓安置计划 安置计划里面会有一些优惠方案 包括我们会由远通公司 来引戒一些适当的工作 让他们去选择 如果他都不愿意选择的话 他就可以获得这个优惠支遣 他可以领的支遣费 那如果他愿意选那个工作 大家家附近可以找到 适合的一个转转制工作的话 他的薪水是收保障 跟原来薪资是一样的 不会不会降低 是 因为想跟部长 来分享一个我们收费 用人工收费啊 有个很温馨的故事啊 就是我们在收费的时候 呃 过路的呃 乘客 他们有多缴了 呃 回溯票 或是多缴的现金啊 不知道是监视器 还是说呃 我们有有工作人员 特别的留意啊 就会把他们一个礼拜之后啊 就把他们那个 呃 多收的部分有退回去的啊 我这边就是我的办公室的一个员工啊 他们一个礼拜在泰山收费 多给他了一张回溯票 就寄回去给他了 所以在这一点的小故事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人工的收费还是有不一样的管理 所以我们对于这收费员 是有特别的给他们训练 严格的训练是不是 呃首先谢谢委员的肯定 好对我们收费员应该是很大的鼓励了 那这一部分的话 刚才委员所讲的是 在我们的标准作业程序里面 是他必须要这样做 如果有一收的部分 他记下车牌 然后回过头去追查这个车牌的通信地址 把这个寄回去 这个是他的业务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同仁也非常努力的 在遵从这样的一个作业程序 那我们员工本身都有相关的训练 也都有相关的一些要求 那在目前因为面临要转制 我们也特别用公费 我们编略预算去做 呃他其他的转业训练 有给他呃呃 补助补助一些费用 让他去做一些呃 第二章场的培训 我们也在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人工收费站 其实可以帮助一些治安 就像到了收费站 窗户一定要摇下来 如果有坐监犯科的人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种情形 所以对本席对这工作人员的工作相当大的肯定 所以要请你们多多注意他们的工作权好不好 所以我们一定会善待我们收费员 好 那部长 部长 部长 之前本习是都在地方服务比较多 在当选立委之后的话 我就每天从家里到台北来 在到台北来的时候 我本来是走一高的 可是到林口收费站都塞车 所以我就改改走北二高 走二高过来 可是在二高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在国道3号收费站 碰到假日的时候 在ETC 在ETC的那个车道上 变成是停车场 在这种情形 用塞的情形有两公里之远 有两公里这种情形 那我们高工局 高工局是不是有可以办法 让波调一下这个车道 或者是有别的方式 或者增设ETC这个车道 你的局长说明 这一部分 谢谢委员提醒我们 我们会立刻把这个情况 带来去做研除了 因为ETC 它本身是一个使用的习惯 它如果随时掉波的话 因为它是不停车 有相当的车速 交换安全 我们要特别注意 但是刚刚委员讲 这个状况 我们在龙毯已经试办了半年 发现说 如果这个时间 是确定某一个时间的话 做所谓的ETC掉波的话 是可行的 这一部分我们会在市里 来研议处理 因为这个情形很久了 你说这半年 不只半年 现在龙毯已经改善了 龙毯原来也是在 礼拜天的下午 北上车道有类似的问题 现在已经改善了 可是那个 因为我们要从六六下来 再紧接国道三号的时候 这入口 这个地方常常在112那个甲线 纵贯线的这个地方 也常常在塞车 对这一部分可能就没有办法 因为这是整个道路容量不够的部分 委员讲这应该是属于大西龙毯段 它本身在假日的时候 北上车道是确实 南下有一时段也是会相当拥挤 可是这个工程已经在规划了吗 而县政府也开始 目前是在我们那个接台 就是台六六 台六六接国山的部分 现在正在可行演议到最后阶段 县政府那边工委已经 已经上来说 他们愿意支付1.121的经费 所以可以开始动工了 不要再这样 还要经过程序 要经过核定程序 还要抱怨 因为这个金额已到要抱怨的程度 好 那部长 刚刚好多委员都有提到 为什么我们去 Saven去缴这些费用 有手续费5块钱 又还有服务费 我们缴回数票就不用 不用手续费服务费 那这个我们 这方面的服务费 可不可以有变通的方式 请局长说 这部分我想我们就朝着 用路人加值 除值零负担的方向来演绎 我们会朝这方向来演绎 那这演绎的时候 你们也有讲到说可以打折 如果说5月 早上听说5月就开始要开通了是吗 就要来实施了 5月开始工装 工装e-tech 开始全面上线工装 所以那你对于这个 现在安装的人都有打折 那个是等到我们开始全面推广 是8的还是9的 目前我们还在演绎中 那这个方案我们会在工装开始 5月份就开始 现在剩几天 对我们会一并 因为那个日期 我们现在没办法确定 必须要等 那个同船会把他的架设计 需要合给我们 我们才能确定日期 到时候我们就会一并对外宣布 还有免费里程这个几公里呢 这一部分一定会到大院再来报告 因为那个是相当复杂 那个相当复杂 那这个计算计算的方式公式 这三天可以确定吗 那个没有办 那个相当复杂 而且我们也认为说在六月底之前大概可以算得出来 嘿 这样子的话 那你到时候的话 ETC也一起用 ETEC也一起用 现金回数票通通一起用吗 在季次阶段的时候 现行使用的OBO这个系统是保存的 就是现在使用OBO系统不必急着马上去做移转 就还可以继续一直用到继承之前去做更换就可以了 那将来我们就会推动工装免费的ETEC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来申请一支 那回数票部分我们会选择适当的时候 等到有大部分都已经转到电子设备 我们回数票就开始停用 那现金也是等到票停拆了以后才会停用 大概在季次阶段这几个系统都会同时存在 好 那部长本心想请教 因为这个ETEC在那个基隆已经在失败很久了 听说有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没有 其实问题不大了 是局长来说明 都请局长说明 是 这个问题最大的部分 我们已经有解决方案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部分用人 他的车窗上是有装反光贴子 而且是含金属的 所以他就会产生感应的问题 那这部分我们在第一个礼拜就发现了 就开始做比较严格的控管以后 已经没有再继续发生 所以我们在后续全国工装的时候 就把ETEC规划成两种形式 一种是前挡风玻璃的形式 大概80%可以用 那另外20%必须用车灯室 那他这个都可以检测 所以我们在将来工装的时候 第一步是做检测 看你车窗上有没有装反光贴子 有没有金属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分流 这个是当时发现最大问题 另外就是说我们工装的速度 以及服务的点位都会继续来增加 还有局长我还听说4G的手机会干扰这个频率是不是 这部分可能都是属于不确定的部分 2G 3G不会只有4G会 因为在台湾目前4G并没有系统 完全没有系统 而且在900附近全世界都没有4G的系统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实际测试 所以还是要请局长好好做这个测试 不要到时候干扰 应该不会发生 好那我还是请部长 这个部长可以自己答了 我请问部长 你讲说比较细节了 所以我请局长 桃园的航空城计划 是真的会跳票吗 跟委员报告 我有听到这种传闻 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案比较复杂 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这个 目前已经规划好了 那么现在就是要跟这个 行政院里面去做报告 报告之后 我们就会来启动它相关的跟地方沟通 那等等职业程序 基本上这个案子是一定会推动的 这是政府的起见计划 好主席给我给我个一分钟 因为我们桃园的航空城 还有我们桃园那个捷运系统 所以会有双轨的捷运 那这双轨的捷运 还有分了三条线 就红 蓝 绿 三线 在101年的话 这个蓝线可以到达三重 102年可以直通到台北 107年就可以到中立的火车站 最重要的是中立的火车站 交通非常瓶颈 而且没有办法在周边的道路 让我们车流顺畅 所以需要延伸到平正的火车站 所以在这边跟部长 您沟通的地方的发展 民意的需要 这是先决的可行性的研究性 是最需要的 所以部长 我希望 本席希望 107年的时候 平正跟中立 可以同时的通车通行 可不可以 跟委员报告 我们目前整个规划是先衔接到中立 那么 从计划的可行性 等等这些计划 大概都目前做到中立 从中立再往下延伸的话 这部分我们可能还需要另外再做可行性 可是平正这个原先的规划就已经有了 就已经有了 只是当初你们的设计在那个点的时候 落点的时候 因为要高架嘛 铁路高架 所以高架下来的点 那边附近都是住户 没有办法让他 人的点不够理想 所以延伸300公尺而已 所以地方 城乡差距要缩短 地方要发展 这个请部长列入考虑 是 是 我想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 在这个找一个路廊 现在大概是A22站嘛 到A23嘛 对不对 那个中间我们找 目前已经找出一个路廊来 我们需要把它 想办法把它接到 就是说这个中立 先接到中立站 这是我们第一个目标 部长 这是我们全民 我们平正龙坛 所有乡亲的需求 请部长 慎重的考虑 是 谢谢 好 请回座